作詞 曲 李宥可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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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外电赐妙燕 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 一道相当适合做艳客的菜 他的材料虽然很简单 只有豆腐跟青菜 但是 但是因为它需要花一点时间 来做一些手工方面的处理 所以如果家里有客人来 或者是逢年过节 这道菜是非常适合拿出来 当成是请客的一道菜 那首先呢来跟大家介绍 今天这一道酿豆腐 酿豆腐它会用到的食材油 第一个就是绿花椰菜 我们今天大概是用一颗 然后把它一朵一朵的 拆开来之后把它洗干净 再来呢就是老豆腐 老豆腐 接着我们有食用油 这是芝麻油 还有调味用的姜 葱姜跟香菇 这两个我们把它切成碎碎的末 好 再来就是太白粉 还有酱油糕 还有盐 跟胡椒粉 好 那我们在准备豆腐的料理的时候 先煮一锅开水 先来烫花椰菜 那时候呢 我们先来准备这个豆腐料理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豆腐 一整块的豆腐 切成四份 四等份 我今天使用的是一般家里可以用的细餐的刀子 这个是比较安全 比较不容易划到手 那接下来处理豆腐的部分呢 我们边边都各留一块 用这个西餐刀 小心的把它切开来 中间挖一个孔 慢慢的挖 不要把豆腐挖破了 这道菜呢 食材虽然很简单 可是需要一点耐心 但是相信看到这道菜做完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非常有成就感 在挖的时候 底要小心哦 不要挖穿洞了 那挖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 把姜末 香菇末 再加一点点的盐 让它有味道 还有一点胡椒粉 之后把它拌匀 把豆腐慢慢的压碎 然后跟姜末 还有香菇末 都拌匀 那现在水开了啊 我们可以 把清洗好的花椰菜 放进去 因为花椰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在水里面调味 让花椰菜有味道 要记得不要盖盖子 因为盖盖子花椰菜很容易就黄掉了 颜色就不够漂亮 然后呢 我们就把已经调好的豆腐碎 慢慢的填进去我们刚刚挖好的这个豆腐箱子里面 我这边有事先做好的 那今天准备的是两块豆腐的量 一块豆腐切成四份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八小块的豆腐 那花椰菜烫好之后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先放到冷水里面 让它放凉 才不会过熟又变黄了 放在冷开水里 接着呢 我们就拿平底锅 开中火 开中火 加一点油 倒进来 用勺子把油平均抹在锅底 最好是使用不沾锅 最好是使用不沾锅 因为不沾锅才不会把豆腐黏在上面 用一般的锅子比较容易黏豆腐 我们趁油温还没有很高的时候 慢慢把它豆腐 做好的豆腐一块一块一块放进来 这样比较不会烫到手 在煎豆腐的时候呢 也需要一点点耐心 把它平均放好 把它平均放好 可以盖上锅盖 可以盖上锅盖 更多面都是 等到一面煎金黄色之后呢 我们再翻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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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